我们想不成功的几率 大概小于千分之一 但是知道我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1990年之后 我们使馆也已经诞生 这个金石谱什么都有 但是跟他汇报的 但是我都感觉到 他们给我最深的印象 他们非常清虚谨慎 而且人非常的慈爱 而且对中青年科学家 那种关爱提携 那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后来在2004年 获得了光照奖 他给湖南人民的 或者是整个的养悲的情况 这个就是奖励我 当时因为我们在 鼓足生殖地区时候遗传 以及干细胞的研究方面 所做的一些工作 对我们做了很大的肯定 而且给予鼓励 因为光照主席 他是中国的最伟大的 科学家那一代人之一 真是中国科学家的典范 而且的话 他们隐性埋名在沙漠里面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跟他的共饶 你看那个时候 一切都是白色体价 就是我们科研条件非常差 而且他们的基础是非常好的 对他才能够解决很多 重大的问题 像是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 能那么严谨的态度 关键的就是我很被他的精神 说不住 觉得确实他们老一代科学家 这种精神 我们要学习他们的 对事情就是意识不苟 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 奉献他的一生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精神 值得我们每一代的科学家 永远是我们的版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